中国跟美国贸易战火越演越烈 美国总统川普扬言 这一次要在火上加油 他稍早表示要针对中国输出美国 价值大约2000亿美元的商品 克增10%的关税 目前川普已经下令 要美国贸易代表署 把最新克税的中国商品清单列出来 那么川普这个加码克税的举动 他自己也坦诚是为了要报复北京 对价值500亿美元的美国货 加征关税的动作 川普在声明中表示 如果中国没有再改变做法的话 他就会极力让这些 针对中国的关税迅速生效 不过这些关税还没有完全落实 美国华尔街就已经开始天咬地动 美国道琼工业稍早盘中 一度大跌超过260点 中场则是跌了103点 虽然中场跌幅缩小了 跌幅0.41% 收在24987点 不过道琼工最近已经连续5天 都是收低的情况 在华府跟北京针锋相对之下 恐怕只会持续扩大波及范围 准备 有准备